长期亏损的爱奇艺终于熬不住了 12月1日爱奇艺大裁员的消息彻底刷屏 当天多家媒体报道称爱奇艺开始了一轮大裁员 据多位被裁员工透露 这是爱奇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轮裁员 裁员比例在30%至40% 有的部门几乎全员被裁 即使是诸如内容智能硬件等引力部门也有裁员指标 这一轮裁员中烧钱为主的部门 比如市场推广、广告投放、渠道合作等团队 裁员比例都超过30% 最高的达到了50% 很多工作室直接被撤销 而没有通过试用期的新员工几乎全部不能转正 原则是同等职责岗位只保留成本低的员工 有爱奇艺的员工分析称 这一轮裁员是为了控制成本压缩费用减少亏损 进一步聚焦内容、技术、精细化成本管理 结构扁平化 因此这一轮裁员中中层总监级别被裁的比较多 另外还有私龄比较长、年龄比较大、薪水比较高的老员工 多在被裁之列 另外部分短期内无法贡献业绩的部分 也未能幸免爱奇艺研究院、爱奇艺游戏中心等部门 几乎全员被裁 爱奇艺的短视频产品随刻将和其他产品合并 只保留40%的员工 看到爱奇艺如此大规模的裁员 爱奇艺的一位前员工表示 并不惊讶该裁员了 因为爱奇艺的员工数量太多了 一度接近9000人 几乎是同类型公司的两倍之多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裁员计划中 爱奇艺的VR产品团队没有被纳入其中 或许与爱奇艺后续的发展战略有一定的关系 爱奇艺早在2016年就开始布局VR业务 除了将VR技术融入内容制作中 还推出了VR硬件设备和VR游戏 今年10月爱奇艺又提出了视频平台的元宇宙的概念 有爱奇艺人士表示 公司对于元宇宙业务给予厚望 所以暂时不会裁VR业务线 据被裁员工透露 被裁后将会获得N加1的赔偿 交接完工作就可以离开 通知来得很突然 不过司令厂的员工及中层员工可以带到月底 截止目前针对裁员问题 爱奇艺相关负责人对外统一的口径是 暂无官方回应 受裁员风波影响 12月1日晚间 美股开盘后 爱奇艺股价再度遭遇大跌 盘中一度跌至5.6美元 美股再创历史新低 全天跌幅达到了9.46% 总市值仅剩44.59亿美元 若拉长周期来看 爱奇艺的股价崩盘之势更为惊人 今年3月 爱奇艺股价一度冲高至28.97美元美股 随后一路下作 截止12月2日收盘 股价累计跌幅已超过80% 从市值维度来看 今年3月 爱奇艺的总市值一度高达228.6亿美元 现如今仅剩44.6亿美元 累计征发达184亿美元 综合爱奇艺的裁员计划 以及被裁员工的表态可以看出 爱奇艺的这一轮裁员 大概率是受到了持续亏损的影响 减缩人员成本 减少市场投放 成了爱奇艺减亏的第一班辅 需要指出的是 爱奇艺员工的相关工资 福利待遇的支出 主要体现在研发费用科目中 爱奇艺的第三季度的研发费用为 6.83亿元 同比增长2% 与17亿元的亏损额相比 不到50% 其实爱奇艺裁员早在2020年 就已经开始了 据财报显示 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和2020年末 爱奇艺的员工数量分别为 4794 6014 8577 8889 和7721人 可以看出2019年之前 爱奇艺员工数量成增长趋势 而2020年员工数量减少了1168人 降幅约13.14% 即使是裁员超1100人 爱奇艺在2021年也未能减少亏损 因此可以粗略下个结论 裁员并不能解决爱奇艺亏损的窘境 那么你认为 裁员能封起爱奇艺的燃眉知己呢